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跟我一起來畫畫塗鴉 我是魏維,我手上有Apple Pencil 那我現在用的是iPad Pro 如果你沒有這些工具的話 也歡迎大家用一張紙、一支筆跟我一起來畫 那今天我們來塗鴉的主題是一隻狗 或是說一條狗 那我們先從這個狗的頭 從牠的耳朵開始畫 那我們先來畫一個U型 像這樣 這是牠的耳朵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接著這個U型 繼續畫牠的頭 像這樣 一個 這樣子是牠的頭 畫好以後我們來畫牠的嘴巴 嘴巴是凸出來 像這樣 這樣狗的形狀就出來了 有沒有很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來畫狗的眼睛 眼睛 墜丟 減丟 越圖越大了 好 眼睛畫好了喔 以後來畫牠的鼻子 牠鼻子畫大概在這邊 鼻頭 好 因為 是卡通的關係 所以我鼻頭畫的超大的 因為超大所以這邊有一點那種反光的感覺 畫到這邊畫好了嗎 畫好以後我們來畫狗的身體 狗的身體我想要是一個坐姿喔 它要這樣 所以我先從這邊開始畫 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畫它的後腳 它的後腳是這樣 出來好像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連接它的後腳跟它的這個 背好像這樣 把它連接起來 每個人都應該可以畫得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畫它的前腳 前腳的話大概從這邊畫到這邊有點像站 站起來的感覺 站起來的感覺 就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畫一條線喔 到它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 齁 這樣我們的狗就畫好了 那狗還有狗尾巴 會咬尾巴喔 所以 我們在這邊畫一條尾巴 那接下來我們來著色 著色的話就看大家的這個 想要找什麼顏色 不過在著色之前我都會把我的這個圖形喔 畫出一點的外框 所以這個我也不例外 要畫一點外框 所以這個我也不例外 要畫一點外框 覺得外框的話感覺比較可愛 好這邊尾巴 好這邊尾巴 加出外框 加出外框 這邊 這邊也是一樣 好這邊 最後是這邊 這樣外框就加好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幫這隻狗來角色 那 看大家要找什麼顏色喔 我想要把它變成一隻小黃狗 所以我把這邊選成參照 然後下面這個顏色就會參照上面的這個圖形喔 把它填色 想要變成一個小黃狗 像這樣 好像有點太深了 我來弄淡一點點 我來弄淡一點點 這樣好像看起來比較淡 比較對 那我還是用它的這個 更淡了 說它的鼻頭 那接下來我就來幫這隻狗 加入不同的顏色 這邊 這邊我要淡一點的 黃色喔 在它頭這邊 好像它照到光 這邊 這邊也是 好像光照到這邊 還有耳朵這邊 尾巴這裡 然後手的這邊 好那接下來我來找一個深的顏色 好那接下來我來找一個深的顏色 描出來這個耳朵的下面這邊 好就耳朵的陰影 有點蓋住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頭這邊 可能有點陰影 這邊 腳這邊 可能蓋住有點陰影 在這裡 那屁股這邊 我想要讓它有點 照一點顏色 像這樣 那這個狗的話 我覺得加腮紅可能很奇怪 那我加加看 好像也還不錯 我來幫這個狗 加一個笑 微笑的這個 嘴巴 感覺好像也不錯 笑 好吧 這就是我畫的一隻狗 那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短片 如果大家喜歡塗鴉 喜歡畫畫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短片再見 掰 還不錯 再見 hospitality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